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9月11日 星期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是兒童打針第一針是徹有死線 何時和家長朋友需要留意什麼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邊商繼續罰錢 中秋期間食環處巡查了多少間餐廳酒吧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邊商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網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疫苗通行證的5至11歲兒童第一針切其限 10月4日前要打復必泰 或者11月1日前要打科興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疫苗通行證的適用年齡 由今月30日開始降低到涵蓋5至11歲兒童 到時有關年齡的組別兒童 必須已經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 才可以進入指名處所 並須在11月30日即第二階段之前已經接種第二劑疫苗 今天繼續有不少家長趁假期帶同子女到疫苗接種中心打針 現在兒童的接種第一針和第二針的疫苗 建議相隔時間是這樣的 復必泰頭兩劑疫苗相隔56日 當中免疫力藥人士相隔21日 另外科興疫苗頭兩劑疫苗相隔28日 按以上建議接種時間和第二階段疫苗接種要求 如果兒童現在還未打針的話 家長需要不辭於以下的期限安排子女打針 包括復必泰的話就要10月4日 科興的話就11月1日 疫苗通行證就說下降到5歲以上都要用 家長朋友最頭痛莫過於安排子女打針 兼且之前有專家梁子超都批評 那個接種時間實在太急了 有很多家長朋友、子女、小孩都未準備好 不過怎樣說都好已經切了這個限期 各位家長朋友多加小心留意 因為到時若然你未配合到疫苗通行證的接種劑數 小孩的疫苗通行證隨時都入不到各大餐廳 令編商和各位網友看看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食環、警方中秋巡了近600間酒吧食肆 有27人遭到票控 當中有3間酒吧需要停業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本地疫情近日漸趨嚴峻 執法部門繼續積極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 食環處發言人表示食環處和警方在近日 即到中秋節凌晨繼續加強巡查各區酒吧和酒館 和其他餐飲處所和藥缸的其他處所 向違反防疫規例的處所負責人、員工、顧客 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 暫時27人中招 匯匯五千 庫房進障多少 計其他強制檢測令等等 估計每天都維持幾十萬不等 日前試過有同一個位置 多達五十一人中強檢 匯匯罰一萬元也挺金的 令B商和各位網友說說這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乘的士不夠現金 司機就叫照樣上車 港女用電子支付被拒絕 終於要報警這樣解決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那個女士就在早前的Facebook發貼文 並上載影片 見到他身處的士車廂 和咪標顯示車資約我一百元 他控訴司機未能提供電子收款方式 例如轉數快支付寶等收車錢 就說我有錢給他 但問題是他說要報警拘捕我 而後方就隱約聽到司機正在和警方聯絡 那個女士就在鐵文提到 事發當日上車之前曾經表明沒有足夠現金 指司機就叫他照上車 他以為對方能夠改以電子支付方式收錢 不過到達目的地石澳過後 司機就指責他沒有錢給 因而報警要求警方加入 就說平時有用現金 不過今次沒有 好的士老叫我照上車 那我以為他有電子支付 怎知入到石澳和我說沒有 最終警員到場的 這個女士貼出照片 指與的士司機達成協議 改以這個美金 就繳付車資解決問題 他說當時曾經提出 由警員代給現金車資 自己再以電子支付方式轉賬給對方 不過就遭到警員拒絕 就說他們說不行 警察不可以有錢銀交易 他事後批評涉事的的士司機無理取鬧 就說自己沒有轉數快支付寶 就說全香港開的士都沒有行動支付 真是笑死人 也都說在我眼中 只不過是覺得為何香港會這麼落後 不懂轉變就鬧些給他先進前衛的人 鐵文引來網友激烈討論 不少人批評這個女子坐霸王車 還理直氣裝 指出法例沒有規定的士司機 需要設有電子收款工具 乘客有責任在乘車前準備足夠現金 就說不是每個的士司機都有用電子貨幣 乘客上車如果要給電子貨幣 應該要跟司機叔叔說聲 沒有的話便截過另一格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 若緊急情況下沒有足夠現金 乘客應該要先跟司機達成協議 再上車來避免爭拗 就說法例又沒有規定的士司機 一定要有電子收款服務 你和的士伯伯中間溝通流程 沒有人知道 也考究不了什麼 想避免誤會的話 不如下次就在那個apps叫車 說明用電子支付更好 這則網絡頁說 網民的意見都相當兩極 有人就幫這個女士 但有人就認為的士司機 不一定有電子支付工具 即是未必收到錢 結果還在爭取這件事 不過這件事最終是報警處理 而那個女士身上剛好就有美金 美金真的到處都用到 結果就找了一條的士數 另一邊商人也說說這一則的奇聞 看看有沒有人想去認證 根據新假期的報道 月薪14000元 麥當勞請這個漢堡專員 說的是絕世上工 專責吃漢堡包 官方公開四大任務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麥當勞請漢堡專員 有人氣稱找份好工 和找個好弄工是一樣很難的 記者近日在招聘網站 發現麥當勞正在 以月薪14000元 招聘漢堡專員 只是聽過職涵 就以為是一份 專責試食漢堡包的想功 仔細一看 才驚覺自己太天真 都說改一個好名 是非常之重要 至少這個漢堡專員的職涵 就能夠引起無限的聯想 聽起來很專業 又有幾分像那些 專職試食漢堡的專人 難道是請來測試 巨毛霸2.0品質的新職位 5日工作月薪14000元 聽起來還可以 怎知入內一看 這件工作內容是 肉類斬製工作 根據產品規定 快速和準確地位 顧客製作優質美食 參與餐廳日常營運 以及確保生產系統 運作暢順和 原來漢堡專員 就是漢堡製作員 幻想即時破滅 原來這個漢堡專員的職位 是香港麥當勞首設 官方只為了確實 那個漢堡的品質 這次麥當勞全新增設 漢堡專員的職位 說現時積極聘請約翁250位專員 由生產到製作 按要求煎好匯一塊 來自澳紐和烏拉圭的安格斯牛肉 不知道有沒有老友記 想見一下公認一下 這個漢堡專員 原來是香港麥當勞首創 請250人回來做漢堡包 其實這個漢堡專員 名字很好聽 在其他地方都有 試過聽過就日本 有個杯麵廠合味道 就請這個杯麵試食員 據了解真是高薪厚職 每天的工作就負責試食杯麵 不過有很多朋友都說 這些工作可遇不可求 就算真的做到的話 你每天都要吃漢堡包 或者每天都要吃碗麵 其實對身體都可能挺大影響 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機場50歲的男職員 在停機坪的洗手間裏 暈倒了 宋苑不治 報道的難民是 錦隔機場一位 50歲姓彭的男職員 今早被發現 在機場近25號停機坪 一個洗手間裏暈倒了 他的同事發現過後大驚 即時報警求助 警方今早7時多接報到場 事主昏迷被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治理 其後被證實死亡 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冤死者安息 但這個男職員撤死比較突然 好像暫時未知為何 有關的死因仍有待調查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